国魂礼元宵社区音乐会已经举办28年了 今年更扩大结合了包括国联礼和国华礼共同来举办 元宵节前夕在一信总社前广场 由升华国乐团为社区民众带来经典的乐曲 现场还发送兔年可爱提灯 让礼民可以感受到浓浓的过节气氛 已经有28个年头的国魂礼元宵音乐晚会 今年除了国联礼更加入国华礼共同举办 国魂礼的社区音乐会已经举办了28年 今年我们特别邀请了国联礼跟国华礼 两个礼一起来办这场音乐会 那也很感谢我们的一信总社呢 提供了这么好的场地跟音响设备 让我们能够让我们升华国乐团来为我们的乡亲好朋友 做一个元宵节的一个节庆的音乐会 那希望这一次的音乐会呢 我们能够让我们的整个社区带动文化气息 那也很感谢我们的一个好朋友 林文杰先生从台北寄了200个灯笼来送给我们的乡亲 那往年我们都是用自制的这个古早的那个纸灯 那今年有提供了200个这个电子花灯 那也欢迎我们的乡亲里面 每年的元宵节前一天晚上 都能够到我们一信总社来参加我们这样子有意义的活动 那也感谢我们的乡亲好朋友这么多年来的支持 那相信这一次的这个扩大的三个礼合伴 能够让我们更多的乡亲里面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活动 谢谢大家 祝大家新年快乐 今年同样邀请到由江振峰老师指导的升华国乐团 为大家带来一连串经典乐曲 现场还发送兔年可爱提灯 还有放烟火 让社区民众听音乐 提灯笼 看烟火 感受浓浓的元宵节气氛 国魂历长赵瑞平表示 元宵社区音乐会已经成为国魂国联礼的指标性活动 今年再加入国华礼 未来也希望继续扩大到更多社区 带动花莲市更团结更幸福的区分 这日会欢迎市报道